第六题,设酒精灯供热均匀,用酒精灯加热夹以两物质,得到温度变化与加热时间关系如图所示,则下列叙述何则正确? A,夹以变为两种不同的物质,这个是错的,我们从图上看到相同的加热时间,温度变化不一样,这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比热不同的关系, 但也可能是相同的物质,但是质量不同,就像我们做的实验,加热100克的水跟200克的水,温度变化是不一样的,所以选项A是错的,选项B,油图可知,比热是乙大于甲,这个也是错的,就跟我们想选项A一样, 这除了可能是比热不同的关系外,也可能是因为质量不同,可能是同一个物质都是水,可是乙的质量比甲的质量大, 所以乙的温度变化比较小,那么质的温度变化比较大,所以选项B是错的,选项C,若要大达相同的温度,乙需要较多的热量,这个是对的, 我们看到我们的温度变化如果是一样的时候,乙的加热时间比较久,质的加热时间比较小,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乙需要比较多的热量,所以选项C是对的,选项出两者开始加热时的初温都是零度C,这个是错的, 我们的重坐标是温度变化,那么一开始当然温度变化时没有是零,这不代表他们的初温是零度C, 从这个题目里面我们并不晓得初温是多少,所以第六题目问我们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,若要达到相同的温度, 与需要较多的热量。